马上来看一则即时消息 12名泰国少年足球队还有一名教练受困洞穴已久 刚刚泰国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全数救回13人 泰国海军更是形容我们不知道这是奇迹科学还是什么 13名受困在洞穴的野猪已经全数救出 目前还有一名协助救人的医生 以及三名海军海豹队成员还留在洞穴内 这个名为野猪的泰国少年足球队 上个月23号到泰国北部清迈一个洞穴探险 结果失踪 经过多天的搜查 泰国海军终于在洞穴的深处发现他们的踪迹 但由于洞穴内部极其险峻 救援行动难以进行 经过连日来的艰难救援行动 如今这些少年和教练终于重见天日 那么新闻到此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